他不去想自己的过错 却想着报复安国夫人 丁柔眼里划过绿色 听他说 愿尽其书 四弟分不清嘛 母亲一旦有个好歹 你就是田底下最大的不孝子 你能为姨娘请动太医 母亲你去 不孝啊 丁柔哨回道 身为母亲嫡长子的大哥 母亲最看重你 也是最疼你 大哥如果您认识几位贵人 或者官居二品 还用得上再死为难我吗 丁柔焕脸煞白 贵福在地 母亲 儿子不孝啊 儿子无用 尹大学士脸上挂不住了 女子 你见过二十多的二品大员吗 你这不是打你大哥的脸 是看不上我呀 尹大学士拿起腾鞭 就想着打影成衫 丁柔闪身出来 拽了惹影成衫的袖口 你别同父亲拧着 丁柔揉声劝了尹大学士 父亲激怒 夫君不敢看不上您 您不是 夫君也无光彩 尹大学士钻紧腾条 丁柔偏见尹成衫 僵硬着脸 暗自摇头 亲人之间的伤害 对他来说是最深的 看来 以前没少安尹大学士的打 他受最正统的儒学教育 虽然不会迂腐到 父亲让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地步 但总是对父亲是敬畏的 也希望得到他的认同 父亲且为夫君想一想 新阳王的好友 可不是单是夫君一人 他为夫君一再破例的话 那旁人求到他面前呢 太祖留下的明讯 就不做说了嘛 夫君能借上例的朋友 本就不多 新阳王殿下出身贵重 一旦认为夫君不厚道 对夫君的名声会有影响的 对他将来的仕途也不好 父亲总不会想着 夫君碌碌无为 夫君光松耀祖 您脸上也有光彩 到时谁不说您一句 教子有方啊 尹大学士虽然心底 一万个希望 尹承善仕途蹉跎 将他的官运都拥给笛子 但这些话总不能放在明面上说 藤鞭也打不下去了 都哼一声 哼 可他也不能眼看着夫人病重 不理会啊 是他的仕途朋友重要 还是夫人的安危重要 百善孝当先 是做人的根本 他连这都不知道 往后不见得有什么好前程 尹承善吹下眼帘 此时尹贤一脚踢开了 伺候阳士的尹承善生母 汤药撒在他的手臂上 手腕探了红疹子 尹贤骂道 没用的贱人 我娘这样 都是你害的 八小姐 她缩着身子跪在地上 懦弱地说 侍妾 没伺候好太太 侍妾的错 尹承善身子晃了晃 眸光充满了愤怒 尹贤 四哥心疼了 尹贤眼里上过嘲弄 我就知道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母亲 说什么关心信仰王殿下 还不是因为病重的不是她 你一直记得 你是从她肚子里爬出来的 但忘了 养大你的是母亲 给你吃穿助用 帮你娶媳妇的 是母亲 尹承善再能言善辩 才学上再出色 但同女子辩驳私侣 也是做不到的 丁柔慢慢地走到贵岛认错的生母旁 搀扶起她 看着以前挑眉 丁柔说道 父亲孝敬母亲 但也不能忘了生恩 父亲方才才说过 百善孝当先 孝顺母亲 童姨娘 并不矛盾 爸妹妹 我当嫂子的提醒你一句 尹承善善的生母身体颤抖 想要挡在丁柔身前 但她害怕地做不到 眼里满是凄苦 她知道 儿媳妇在帮她 自己是没用的 帮不了儿媳妇 但不想让丁柔被她连累 软弱地说 妾 四奶奶 丁柔将她 急于躲闪下跪的身体扶住 并没将她挡在身后 而是让她站在人前 丁柔继续说 我知晓你担心母亲 但姨娘伤了父亲 侍奉父亲 于情于理 你都不能说骂就骂 说打就打 你可别忘了 你是尹家的小姐 能处置姨娘的 我用尹家当家主母 母亲即便将府里的事情 交给你打理 你也没有资格 如此对待姨娘 可母亲有身子后 让我同几位嫂子 料理府中的事 好像没让你做什么 今日的事被传扬出去 尹家几代的名声 不都被你弄没了 御史可不单单盯着贵人重臣 谈和父亲一个内围不休 父亲有何脸面 委居大学士啊 姨娘虽然也是丫头出身 但生了父亲 得母亲父亲恩赏 早就是记录在衙门里的良家妾 不说八妹妹多尊重姨娘 但见面科技几句是应该的 说父亲心里没母亲 我瞧着你是戳中了自己的心吧 母亲正病着 父亲夫君都在想办法 你突然冒出了15和6的 像是什么样子 你是想让重视规矩体统的母亲 病得更重吗 你 你 叶贤脸煞白 你胡说 明明是四哥不肯尽心 我是单亲母亲才会 才会责骂姨娘 八妹妹的涵养哪儿去了 世家贵女不都是山崩在前不动声色吗 母亲病重 你就剩下这些 你不觉得很失礼吗 不觉得应该对姨娘表示歉意吗 我向她道歉 我 我 姨娘宽宏大量 知晓你担心母亲 不会多说什么 往后 这样的事儿就免了吧 八妹妹是嫡出的小姐 得有气度涵养 你同落魄护家的小姐 是不一样的 千万别让尹家蒙羞 母亲失望 屋子除了尹贤的哭声之外 谁都没能再说话 徐氏 王氏 看向丁柔的目光 带着难言的敬佩 尹贤仗着杨氏的疼宠 纵横尹府 她也是以牙尖嘴利著称 就这么被丁柔堵得说不出话来 三奶奶王氏扶住尹贤 唤了一声 八妹妹 丁柔不是不想让尹贤给姨娘道歉 也不是给尹贤留脸面 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不懂得反抗的姨娘 还是会吃亏的 她借此机会 想让姨娘 慢慢地感受到尊重 她不是贱妾通房 是衙门里抱贝过的梁家妾 不是丁柔打听得清楚 她实在是难以想象 梁家妾能混成她这样的 杨氏跋扈是原因 她本身性子也太绵软了 她比柳氏还没底线 丁柔顺便已告诉所有的人 新进门的四奶奶不好惹 同时告诉他们 姨娘她会护着 再嫉妒姨娘的时候 他们会想一想 丁柔回头 对愣神的尹大学士 歪了歪膝盖 八妹妹不懂事 耽搁母亲的病情 而习以为 丁柔轻轻松松 将耽搁养世病情的帽子 扣在尹贤身上 将来再有人追究起来 也是隐贤挑起的事端 丁柔偷偷地看了一眼隐成善 隐成善面色不甘心 丁柔又看了她一眼 隐成善别看目光 但能感受到丁柔的注视 她沉了沉气 儿子有进宫命圣的资格 儿子求不了新阳王殿下 去宫里恳求陛下 指派太医为母亲求病 丁柔勾勒勾嘴角 默契果然是需要培养的 隐成善所言 让屋子里隐家的男人 同时垂头 隐大学士也不例外 想要请太医给杨氏看病 也唯有隐成善 隐大学士虽然惯了 大学士的头衔 但却是贤旨 除了上朝能见到皇帝外 皇帝不召见 隐大学士见不到皇上 大学士的工作极为的轻松 除了大朝之外 连衙门都不用去 隐大学士甚至说不准 他是分属哪个衙门 至于隐家的嫡子们 上朝也是站在 最远最角落的地方 微莫小莉 离着文西帝十万八千里 即便是在文西帝面前装孝子 他们都找不到机会 他们绝对不敢在大朝上 为了给杨氏请太医 就冒犯文西帝 好 你快去 快去吧 隐大学士语气里 带着一分难言的羞愧 他官居大学士 但在隐成善面前 实在是抬不起头 虽然隐成善官职没他高 但提起隐家 朝中重臣 民间百姓只会说叹花狼 在外面受阻了委屈 隐大学士只能用父亲压下隐成善 这也是他经常动用轿子藤条的原因 他苦熬半生 在江浙派系中不显眼 在皇上面前不得重用 但隐成善 年不过二十 却得派系中间力量的另眼相看 文西帝对隐成善的重视磨练 在年轻一代 无人可比 即便隐大学士也看出一二 隐成善将来许是会成为 革臣总督 按说 他应当维护隐成善 但受阳世影响 本身又是士大夫清贵出身 最不耐烦数字 被他放弃了的顽劣的数字 突然出息了 他精心培养的弟子 一个个庸碌无为 是生生地打他的脸 隐大学士对隐成善 更是一万个看不上 有打压数字的机会 他不会错过 他也怕隐成善升官太快 他得致死荣养 隐成善看了丁柔一眼 丁柔让人取来披风递给他 并且在他脖子后面拍了拍 叶风凉 父亲当心 披上披风 隐成善握了握丁柔的胳膊 丁柔知趣的微微寒手 府里有他在 总不会让姨娘再受委屈 隐成善摸了摸进宫的腰排 冒着凉风出门 给杨世请太医 不是丁柔 他才不管杨世死活 这个时辰去皇宫 请求陛下 皇上应该安歇了 隐成善在宫门口 犹豫了一会儿 虽然给杨世言请太医 旁人会赞他一声 孝心难得 但也有依仗陛下宠信 用小事打扰陛下歇息的嫌疑 隐成善最终还是将令牌递给世卫 跪在了文西帝面前 臣见过陛下 文西帝今夜歇在中宫皇后处 坐在炕上 皇后也在一旁 毕竟从睡梦中被吵醒 谁都不会很高兴 皇后给文西帝地上茶盏 陛下 别吓到了他 皇后真心喜欢温婉饶顺的安阳郡主 又联系她的身世 以及受的苦楚 对安阳郡主总是提起的丁柔 也多了几分好感 隐成善 娶的不就是丁家六小姐丁柔 皇后无子 又陪伴文西这么多年 他们夫妻之间的情谊 远非后宫非凭可比 到这份上 皇后会少了一些顾忌 即便明摆着给隐成善说话 文西帝也不会怀疑什么 文西帝拍了拍皇后的手 缓了缓神色 嗯 说吧 你有什么事啊 隐成善磕头 臣嫡母病重 恳请陛下破例 为臣的嫡母 传召他意 皇后亚然 啊 你嫡母病了 你进宫 是为了求皇上恩典啊 是 隐成善头更低 家父 教导臣 百善孝当先 臣不敢违逆家父 唯有厚着脸皮求恩典 臣惊扰陛下之罪 臣甘愿受罚 文西帝皱眉 他本身是个孝子 释放太祖皇后急笑 也欣赏孝子 但隐成善的嫡母 皇后笑着说 哼 陛下 救人如救火 有什么事 待会儿再问 是不是 是不是让太医去一趟大学是府 隐情有孝心 总是好的 文西帝 文西帝喊手 嗯 传指太医院 让太医给尹夫人证卖 孙子 扣谢陛下龙安 隐成善再次磕头 皇后眼尖 见到他脖子处有一道红痕 隐情 你脖子后面 隐成善懵怒怒怒领子挡住红痕 在丁柔给他披上披风时 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 在脖子后面划了一刀 相信我吗 隐成善在出府门时 清楚了丁柔的意图 但却猜不全 不应该单单是让陛下看到的原因 隐成善沉默不语 文西帝眉头深锁 隐情 隐成善低头 语气里透着无奈 父亲爱着母亲 不忍他有意外 又不信大夫的话 他又无法入宫 只能让臣来见陛下 臣用小事打扰陛下歇息 是臣之过 你父亲打的 不是 隐成善说道 皇后也听说过 隐府隐阳式的坐牌 对数子极为苛责 虽然他也是镇公娘娘 但数子也是儿子 隐阳式行事 着实过分一些 皇后最大的心愿 便是养个儿子 亲生的 后宫嫔妃生的都好 但他却不能 隐大学士经常叫进隐成善 闻西帝听宝亲王提起过 所以 他们同时认为 隐成善在说谎 是为隐大学士遮掩 回陛下 真不是父亲打的 隐成善变白 臣妇 孝心诚实 不会在外面露出任何的痕迹 这是 是臣 好了 隐卿 不必再说了 闻西帝看到隐成善 不由地想到从前的他 在先帝眼里 他什么都是错 做什么都比不上 被他真实的隐亡 心偏了 做的再多都没有用 你想要地位的话 唯有将他赶下去 我的儿子 不需要他认可幽烈 闻西帝揉了揉眉间 这是母后领兵入宫前 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皇后握住了闻西帝的手臂 陛下 闻西帝向皇后淡笑 朕没事 古往今来 子不言复过 你的笑心 尤为的难得 朕是明白的 闻西帝 缓了缓口气 略带婉西的叹道 唉 朕虽说 舍不得你离京 但广州之事 朕想派个肯做事 对阵忠心的人 去广州 你对此事 有何想的 隐城散 郑四当 回陛下 陈以为 如用野火燎原之事 虽然可以清除必证 但广州 非比别处 来往蜀国分邦的极多 处理不好 会影响先皇帝家的 通商之策 广州的海军 也是震慑南阳等地 臣不赞同陛下 雷霆震怒 清洗梁广行少 臣也不相信 梁广所有的官员 都被唐一炮弹腐化掉了 他们是不是欺上瞒下 铁板一块 臣愿意 替陛下一室 你愿意去 文西帝 虽然有心放影城上 出境历练 但却没想 将他派去广州 那么远的地方 朕派去的御史 无病无痛 死在广州 就连朕的检察院 都查不出死因 隐青还年轻 朕不想你冒险 检察院查不出 御史死因 臣更应该去 隐城山抬头 看见文西帝 御史死于心计 臣身体好得很 从悟心计病症 文西帝 哑然失笑 哼 唯有你信 他死于心计 年轻就是好啊 无所顾忌 敢闯敢坐 朕任你为广州之府 另外 朕会让检察院 梁广提斯 与你同行 高文陛下 臣 是否听他的 检察院 虽然同正式的官员 官职不一样 但梁广提斯 可调派 梁广监察人员 比广州之府 权柄 实力大得多 处于从属地位 会施展不开手段 影响隐城山的 试图升迁规划 他去广州 除了为国尽忠之外 也想借着广州这块最好的跳板 积累下资历 终要反击 梁广提斯于卿 也是一位妙人 他夫人尤其的 殷卿 朕如果下旨意 让他听命于你 怕是达不到效果 他佩服的是能力 不是官职高低 你明白吗 殷承善吸引臣 梁广提斯 也是最近换人做的 于 连文西帝都说他是妙人 臣 能否向陛下提个要求 文西帝说 嗯 你说 只要合情合理 朕会答应 殷承善横量了一番 更为相信丁楼的能力 发生了今日的事 他怎么敢再让生母 单独一人留在京城 尹贤 杨氏 不会让他好过 说道 臣 想带着姨娘去广州 尹青 一直沉默的皇后发话了 打断了尹承善 本宫 知晓你的孝心 然 此事是你父母做主 本宫 不好越祖带跑 换一个 尹承善重新说道 哦 是臣一时糊涂 夫人之间的应酬 臣无法插手 臣的夫人 是帝师的孙女 品行佳柔 机敏聪慧 为臣打理后宅 呃 朕想带她一同赴任 恳请陛下安准 官员外地上任 大多与夫人同行 朕 其会是不小事的 让你们新婚夫妻 便分隔南北 有丁氏在你跟前 以美色贿赂你之人 也会谨慎从事 朕准了 屑陛下 文西帝又同尹承善 说起具体的事情 尹承善展露出的才干信心 打消了文西帝 破格提拔他 做知府的疑虑 广州知府 在大秦帝国知府的排名 仅仅落后于燕京府尹 燕京府尹 天子的脚下 大官无数 是最痛苦的府尹 因此 广州知府 有天下第一知府之称 任命年不过二十的 尹承善担此重任 文西帝很有魄力 同时 他也无十足的把握 听尹承善 条理清晰的言论 文西帝又信心了许多 去淫府诊病的太医 回来复旨 本来 文西帝是不用听的 但皇后 有了一份兴趣 便将太医招进来 皇后的理由很好 尹承善如此孝顺 必然想知道 嫡母无恙 回陛下 因大学士夫人 脉搏凌乱 全身浮肿 看似严重 其实 太医低头 是吃得太好了 陈探听清楚 整日的山珍海味 其身一饱 做膳食 平时 他定然不会吃得如此好 一时肠胃受不住 再加上 用了海鲜羹 同美酒相克 才会有全身浮肿